哈囉大家好,我是查理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五個我最後回買過的東西 那這五個裡面有其中兩個是已經被我丟進垃圾桶 所以已經完全看不到屍體 可是我還是會放上圖片啦,你們不用擔心 然後這五個東西呢,是不適合我 但是不代表不適合你們 只是這五個東西就是我買的非常痛哭的 那首先呢,第一個呢,真的好後悔買它呀 就是這一個 這個東西,這是一個人體工學枕 這個枕頭呢,是因為我朋友他推薦 可是他是真的愛用,他沒有騙我 就是他也不是直銷 反正他就說他買了以後睡得很好 然後我就這樣聽到就很生活 然後我也跑去買 然後這個枕頭的特點呢,是你看它的側面 就是你的脖子是放到這個凹進去的地方 然後你的脖子比較高,可是頭是比較疊的這樣子 這樣子睡進去 這個枕頭是我在SOGO買的 好像SOGO Bottle之類的 然後那個時候是可以試躺 那試躺的時候呢,你就頭就脖子這樣放上去 你就會覺得 哇,我整個人脊椎都被拉直了 就這樣睡 就覺得哇,我從來沒有感覺到我脊椎 這麼的這樣,整個關節這樣扣扣扣扣扣 這樣鬆開的感覺 所以我就買回家了 然後其實這個呢,我已經睡了兩年了吧 然後,欸為什麼我不喜歡他呢 是因為雖然我買回家了 可是J還要說 他說每天早上 他起床看到我的時候 永遠都是枕頭在這 然後我人在這 就是我人離枕頭超遠 因為我就是死命的要掙脫這個枕頭 是因為這個枕頭呢 它只適合睡覺很端正的人 就是他一定要你的頭這樣子 整個直直的這樣躺著這樣子睡覺 可是我睡覺是那種什麼側翻啊 然後一直睡啊 然後整個彎西扭巴啊 然後怕睡 所以這個枕頭就是 在我,就是我睡著的時候呢 是我的頭還是會睡覺的時候放在這 可是早上醒來 就是枕頭完全就不知道消失到哪裡去 因為我整個人會跟枕頭脫離 就是表示我真的睡不習慣 所以如果你要買枕頭的人呢 就是一定要依照你自己睡眠的習慣買 就並不是說這個枕頭不好 如果你是那種睡覺很整齊的人 就這樣說的 有這種說法嘛 就是睡覺很整齊 你這樣子整個直直挺挺的睡的那種人 就是比較適合這個 可是這個東西就是完全不適合我 真的好後悔買它 然後直接他就一直笑我說 你為什麼要買這個枕頭 就嗯... 只能說跟我的睡眠習慣不合 那接下來第二個就是這個 它是棉被 這個是被單 這個是無印良品的被單 可是不是這間被單 是棉被 然後這個棉被呢 它本身看起來就是白色的 然後它是一個芬蘭的牌子 那這個棉被也就是我在買枕頭的同一天買的 也是在收購八樓情聚區 反正我就是 我覺得我是因為是新手 我完全不知道怎麼買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就走進那個賣棉被的店 因為那個時候是冬天 然後我想說 哇...我們家棉被太薄了 不夠暖 所以我想要買一件就是比較厚的棉被 然後我就跟那個店員說 喔我想要找一個冬天可以蓋的棉被 然後我不要那種很重的 我要薄薄的棉被 然後那店員他就說 喔這件很不錯什麼什麼的 所以我也不懂 所以我就買回家 因為我也不懂 因為棉被你又不能真的試蓋 所以我就付了錢然後買回家 買回家以後呢 就是冬天的時候 我們就只能蓋那件棉被 可是我們就發現 冬天只要一蓋那件棉被 我跟J就會一直狂做惡夢 然後我們就這樣蓋上棉被以後 然後我們兩個就會這樣 每天晚上就這樣一直狂做惡夢 然後早上騎床就超爆累 然後說欸你是不是有做惡夢 然後他說對 然後我們就後來發現 是那個棉被的問題 因為那個棉被實在太熱 就我每次蓋上那個棉被就一直狂流汗 一直狂流一直狂流 然後一直狂做惡夢 然後後來我跟J就叫那個棉被 叫做Nightmare Blanket 叫做惡夢棉被 因為真的太可怕 就是說嗯 我覺得台灣的天氣 是不用買到芬蘭的棉被 那麼暖的 可是誰知道 因為我怎麼知道 他棉被我沒有說 這個到底多暖 我說我要一件溫暖一點的棉被 沒想到就過暖 暖到每天讓我做惡夢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它丟到那個 櫃子最障層 完全不想要看到他 因為真的是太可怕 太熱太溫暖了 那接下來第三個 我後悔買的東西呢 是這一個 這一雙小香的娃娃鞋 這個娃娃鞋 是我在巴黎的香奈兒買的 因為那個時候呢 我跟兩個朋友一起去逛 然後那兩個朋友呢 都一個人買了一雙鞋 然後我也想要買 可是那個鞋子就沒有我的號碼 所以我就硬買了一雙這個 因為這個 我是那個時候我去出差 然後有一個女主管 她就是穿了這一雙娃娃鞋 她就是穿一個洋裝 然後配娃娃鞋 我覺得 哇好好看喔 還有巴黎女人的氣息 好低調什麼的 然後感覺娃娃鞋又很遲穿 所以我就買了 你看它看起來非常的新 就是我只有穿過一兩次吧 然後 因為我會這麼少穿它 是因為它真的超難穿 這個價錢好像是兩萬多台幣的樣子 就是難穿到不行耶 因為它的底很硬 它的底呢 我敲給你們聽 就是 整個感覺是木頭的那樣 就硬到不行 所以走路我覺得 我的腳好痛 一直很磨腳 它旁邊是這一種 我不知道很像是 這叫什麼啊 塑膠袋嗎 我也不是塑膠袋 就是那種 很硬的材質 反正穿了就很磨腳 又很不舒服 所以我就穿了 大概一兩 我穿了一次以後 就覺得超厚 會腳超痛 整個都磨破皮 所以這個呢 這一雙 我真的超厚會買 有夠難穿 然後還有另外一雙 也是香奈兒鞋 我也是很厚會買 是這一個 這一個呢 就是也是他們家很經典的鞋款 然後這個是我在台灣買的 然後我覺得 是我自己的錯 因為這雙鞋在台灣 非常的缺貨 然後那個時候 我去櫃上的時候 櫃姐就說 哎呀你的那個號碼 可能半年都不會有貨 什麼的 所以那個時候櫃姐還要說 啊那你穿大一號 就是大半碼的尺寸 她說你再加個鞋墊 什麼就好了 所以我就還是一樣 腦袋很露就買了 結果 真的有夠難穿 我每次穿這雙鞋 我都超痛 就跟這一走在路上 我都像掰咖一樣這樣 就是很磨腳 我不知道如果穿到對的尺寸 是不是很好穿 可是我真的很後悔買它 就是 我是因為沒有我的尺寸 所以買大一號 結果就還是超難穿的 所以這一雙 我很不推薦 還有一個題外話的是這一雙 這一雙 好像是我人生中第一雙精品鞋 是Valentino的這個毛釘鞋 它穿起來真的超好穿 可是我想要說一下 關於 因為我也是什麼都不懂 就是我第一次買了精品鞋呢 然後我有一次都穿它去 就是 有一個什麼 在船上的派對 所以我就要從碼頭走到船 大概就10到15分鐘的路程 然後結果回家 以後呢 我就看到這個鞋子 就整個爛掉了 你看 我不知道它到底是被我敲到什麼 就是 就感覺是被什麼東西撞到一樣 你看到 你看它的跟 是整個爛掉超醜的那樣 它被撞爛的跟就這樣 然後它好的跟是很好看的 可是其實我走路 我並沒有跌倒 也沒有去撞到什麼東西 我完全沒有出任何意外 我就只是在正常的路面 走了10到15分鐘 所以我後來呢 才知道 這不是鞋子的錯 是我自己觀念的錯 因為我就是從來沒有買過金品鞋 我就真的穿著它 然後就這樣 啪啪啪啪啪 走了10到15分鐘 然後才發現說 好 金品鞋是 經不起走的 我發現穿金品鞋的人 他們就只會走在 什麼 酒店 大廳啊 還是 就是那種你知道地超品 然後你也幾乎不太用走路 他們都會有司機在你 然後也不會穿這個 然後去搭捷運 穿這個去搭捷運 就很累 不然就是你的鞋子會整個跟我一樣爛掉 所以我後來經過這個鞋子被我弄爛的事情 我才發現 喔好 金品鞋其實大部分都是不堪走的 除非你買的是什麼 I don't know 就是Dior的什麼 Dior的帆布鞋之類 帆布鞋可能就比較好走 可是像這種高跟鞋呢 都是去參加晚宴還是特殊場合才會穿的 我們家的貓咪在瘋狂的打架 Next 第四個 第四個已經被我丟掉了 就是 我去年 我忘記是去年還是兩年前 應該是一年前 就我一年前的時候呢 我就買了摩洛格友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是我在那個成品 那個時候那個敦蘭成品還有開 敦蘭成品好像二樓還三樓有一個 就是摩洛格友的裝櫃 然後我就走走走走 然後就看到摩洛格友 那時候頭髮有燙就很乾 然後就這樣 還有試用品 我擠一下 然後手這樣擦一擦呢 就抹在這個 髮尾 就覺得 哇!我的頭變得好柔順 所以我就在網路上下單買了一瓶 一瓶好像九百八之類的 然後後來我就帶去瑞典用 結果我發現我用了摩洛格友以後呢 我的這裡 就是整個開始大爆痘 而且是那種超級大顆 超噁心的痘痘 然後我一開始還覺得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因為那個油那麼一瓶一樣九百八 我就覺得捨不得丟啊 所以我就不相信試它 所以我就再擦了一次 隔天又爆了一顆大豆 就是超噁的那種大爛豆 所以我從那時候開始呢 我就知道 喔好油類摩洛格友就是我的敵人 然後我就把那瓶油送給J的媽媽 因為她的臉很乾 她不會長痘啊 就如果你是跟我一樣 臉是很容易長痘的人 就千萬不要用摩洛格友 那個髮油 然後對 就是她媽媽就是用了還很開心 你知道 那接下來最後一個呢 也是被我丟掉的 是一個IKEA的家具 如果我在網路上有找到照片的話呢 就給你們看一下這個家具長 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家具呢 它是那種三層抽屜式 它其實你可以自己決定 你要三層還是四層 就它是網狀的鐵的 然後你可以這樣子把它 一個一個拉出來 那時候我買它呢 就想要把它當成我的置物欄 就想說 喔這樣一個一個的 抽屜拉出來很方便 而且它是透明的網格 所以你可以一目了然知道 你這一個裡面有什麼東西 結果它真的超難用的耶 就是難用的點是因為 我放了東西以後 它就超難拉 它拉的時候就整個超卡 不然就是你拉到一半 它的那個架子 會整個這樣砰 整個 整個幫蕊 就是崩塌 就整個籃子這樣掉下去 然後我只好就把它這樣超重 因為它是鐵的又很重 就把它拿起來 然後再裝回去 整個鐵的那個抽屜呢 就是這樣放在那 然後超定位 在我家定位的很久 因為我東西呢 就放在裡面 那個抽屜我也不會再拉 因為我一拉 就會整個幫蕊 所以 就是一個很廢很廢 我史上買過最廢的家具 因為IKEA他們家的東西 我買了很多 就是那個最難用 然後我覺得它真的不應該再生產了 可是姐好說 我覺得那個籃子 它應該是要拿來收納棉被之類的 就是那種很輕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 你又沒有說那個是專門收棉被 或是專門收衣服的 我只是放了一點東西 然後好像整個幫蕊 反正我就是覺得那個東西非常的不實用 千萬不要買它 反正後來我已經命令J把它丟掉了 我就把我東西全部拿起來 然後我說 把這東西給我丟掉 然後還要把它扛去我家樓下 我們家樓下有那種垃圾集中的地方 就把它放在那 所以可能會有鄰居臨走 還是可能就會被拿去回收 我也不知道它現在下落到底在哪 好的那這就是我今天的影片了 歡迎你們留言分享 你們此生最後悔買過的哪些東西呢 幫助網友們 讓大家不要再踩雷了 那謝謝你們收看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按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